大家好,我是Den 韩国有一名年轻男子 酒醉后对计程车司机撒野 但是路过行人的一句话 却让他的态度有了180度的改变 甚至向司机90度行李道歉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釜山的一个地铁站附近 一位喝醉酒的乘客 在停着的计程车前 对司机大喊大叫 喝醉酒的乘客 本来还想要打人 连外套都脱掉了 但是劝阻的行人看到脱掉外套的 最憨衣服上的公牌后 说了一些话 结果最憨立刻穿上了外套 合起双手 礼貌的90度鞠躬了 事情是这样的 看到最憨衣服上的 奥迪销售员的公牌后 路人就说了 那里的组长是自己认识的弟弟 听到这句话的最憨 突然就变得非常恭敬了 而偶然看到这个现场后 拍摄了影片并报警的人士 一名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那个人用拳头威胁着想要打人 司机说了 我是爸爸背的人 怎么可以这样辱骂我 但是那位乘客还是继续骂了 这就是所谓的人的两面性吧 他突然改变态度 又这样道歉的样子 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荒唐 太可恶 太让人生气了 希望他能受到处罚 所以这位罪汉受罚了吗 没有 因为警察赶到的时候 乘客已经盗窃并且支付了车费 而司机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所以这位奥迪销售人员 避开了警方的调查 但是这位学生并没有放弃 据了解 该学生找到了 该罪汉工作的奥迪卖场 也知道让罪汉90度鞠躬的人 是该卖场的分店长 所以学生就把这个影片 发给了分店 并要求对该职员采取适当的措施 一开始也不知道 罪客是奥迪职员的民众 以及直到最后 也不放弃举报的学生 都太棒了 在酒醉后 感觉到自己的出境有危险的话 就产生了判断力 所以法官们 以后不要以身心脆弱 来原谅犯人们了 犯罪后说 因为酒醉不记得的人 都是谎话 只是露出了那个人的本性而已 应该要更加强力处罚 所以这就证明了 因酒醉身心脆弱都是狗话 再怎么喝也能判断是非的 我从来都没有看过 喝醉酒的人 对块头很大的男人找茬的情况 对于这位罪恨的行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位罪恨的行动